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这是我们还中国行的第二十天 我们现在在张业的平山湖大峡谷 据说这里有媲美张家界和美国克罗拉多大峡谷的美景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这里就是寿票大厅了 今天运气非常的好 只出了30块钱就是大巴的钱 然后就可以游玩一整天了 今天的天气不算特别好 但是门票非常的友善 太开心了 就是坐这前面的这种大巴 哇 这边漂亮哦 坐了20分钟的车 我们终于到了一号观景台 一下车就把我惊呆了 我背后像不像一块一块的饼干 堆砌起来的 天哪 这旁边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将军石 这里有一个平山湖的旅游达乱图 我们是从峡谷的入口这里进来的 坐了20分钟的大巴 到了这一号观景台 一会儿马上就去二号观景台 去了再到三号观景台 然后最后回到峡谷的入口 然后走这个一号线路 这里有一线天 然后再走这个二号 然后最后从这三号出来 三号是风景最好的地方 里面有好几个景区 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进来后 感觉到了外星球一样 这些红颜形成于一亿八百年 至两亿四千万年前 经历了一万年的风势水势 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天 这些不是地球的东西吧 像在火星球一样 这边风真的好大 感觉随时都要被吹跑的感觉 这就是这边特殊地貌形成的原因 风水还有化学组合起来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到了二号观景台 我身后就是非常著名的情侣风 真的很像一对情侣 站在那里接吻 这个角度拉近看一下 特别特别的形象 这情侣风的右边 叫做九龙细水 好像就是九条龙 这样过去的 非常的形象 再到这边就是饼干 我把它称为饼干山峰 一排都是饼干叠起来的 这里叫做平山湖大峡谷 但是这里没有湖 所以说可能是一万年前 这里曾经是湖泊吧 然后因为季节的变迁 地质的变迁 最后变成了只有峡谷 没有湖的地方 我现在来到了三号观景台 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而且非常的形象 叫做神龟问寿 来看一下好形象 这就是那个人 这是那只乌龟 这是龟背 它在向那个人问寿 太形象了 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真的不得不佩服 我怎么觉得这旁边 这个也很像一只乌龟 这个也很像一只龟壳 像不像两只乌龟吗 这里还有一个最佳摄影点 就是应该是在这里拍照比较好吧 这个神龟问寿 三号观景台旁边的这个山也非常好看 像巧克力做的 你看像不像 有没有食欲 一大块巧克力 太漂亮了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啊 天不是很难 如果天难的话会更漂亮 旅行就是这样的 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 是感觉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但是下午的雾霾就有点出来了 3号观景台我们就逛完了 现在我们要去往峡谷入口 就是通过这条路 你看前面 我们这都是在峡谷上面 从那边一直走下去 哇 从这个地方都能看到 下面全部就是峡谷了 哇 我们现在到了大峡谷的入口了 来看一下这个峡谷的入口的路 我的天啊 这感觉就是直接直线坠落了 自有落体下去了 对吧 天哪 这么陡 哇 这这这条路虽然很陡 但是走起来是挺舒服的 因为是奇山一石嘛 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红颜色的石头 对吧 这边叫做丹霞丘陵地嘛 非常的特别 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哇 哎呀 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啊 你看这这条路我走下来 脚都给我走痛了 路非常的窄啊 继续往前走 好累 这有个什么东西啊 哎呦 妈呀 这个是 七十度啊 小心点啊 扶着下去 出来旅行啊 真的好有意思 能够到好多从来没到过的地方 比如我 就是第一次到峡谷里面 真正意义上的大峡谷 哦 我的天 我以为再大峡谷了 这里有一个距离谷底800米 还要再下800米吗 哇 厉害了 这个大峡谷到底有多深呀 哇 哇 这里也很漂亮呢 哇 这里非常有峡谷的感觉了 虽然还没到最深处 啊 啊 前面已经有人在那里拍照纪念了 我们现在到峡谷的最底部了 这里霍眼看了 非常的漂亮 这里在很多很多年前 应该就是湖 地质变化了之后 湖水就流干了 然后最后变成了大峡谷 看这边 已经从小峡谷 转入了大峡谷了 哇 这种感觉真不错 我身后的景点叫万佛崖 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好像一尊乐山大佛 这里就像大幅的脚 两只脚 然后这里看上去真的好像 我的天 那就是头 那是大佛的头 哇 旁边还有无数的佛堪 天然形成的佛堪 你看 这些岩壁上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才能叫做万佛崖 就全部都是佛堪 这边也是啊 太多了 自然佛堪 哇 全部都是 这一排都是啊 哇 太漂亮了 这种纯天然的东西 继续前进啊 这边也有一个一线天 这个一线天好像是比其他地方的一线天还要小 数字都要侧身才能过去 这里是入口了 哇 进来就变得阴森恐怖了 我天 这些石头的形状都又变了 哦 我的天 这么小个洞 这个真的是一线天 哇 这样过来 哇 好多景区都有一线天 但是这个一线天是我走过难度最大的一线天 来看一下他要踩着这种人造的脚板 然后扶着这种钢丝才能过去 哇天哪啊厉害了这个一线天走了这个一线天 其他地方的一线天 都不叫一线天呢 真的这个地方怎么过去 来看 只能测试过啊 我背个包都过不去的 天哪还要踩这种脚板 啊 幸好我是个瘦子 哎呦 有点难度啊 我一只手 拉着这个钢丝 然后另外一只手还要拍视频 哇塞 厉害厉害 啊 哇 这个地方太窄了 哇 这里好一点呢 哇塞 这里还有吗 哇 还有 哇 这么长 哇 低着头太能过去 毛毛小心头啊 这个一线天不仅是我走过的一线天里面 最窄 难度最大的 图屑是最长的 还没走完 这前面又是什么呀 过来上来 这前面又是云梯啊 哇塞 看不到头呀 哇 我休息一下再上 你们先上吧 我们从一号线出来了 没有去爬了个云梯 因为如果爬了云梯 就直接到出口了 就玩不了三号线 所以说我们就原路返回 然后现在准备去三号线 因为三号线有好几个非常不错的景点 那继续前进 这里就是三号线的入口了 还挺好听的 叫林之谷 那往前进 哇 这里好多天然形成的大佛啊 像不像 你看一个 两个 三个 哇 太漂亮了 前进吧 这里全部都是什么 天然形成的大佛 天然形成的城堡 天然形成的乌龟 还有天然形成的青蛙 多得不得了 怎么感觉我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这里跟我们之前那个一号线的峡谷又不一样 这上面的石头形状颜色都又不一样了 我的天啊 我现在感觉我是在火星上 我们来到了外星球 太安逸了 真的很有新鲜感了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如此 就是去见你没见过的东西 看你没看过的东西 吃你没吃过的东西 太兴奋了 真的 我从走进这个大峡谷开始就保持了极端的热情 和无限的兴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景点叫天界之门 传说这道门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点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了 在天界之门旁边就是垂直旋梯 哇 好高哦 我的天哪 我的脚都已经走断了 现在还要走一个这么高的 但是不走出不去啊 只有继续前进 通往天堂的路只有一道就是这个垂直旋梯 那继续吧 我以为跑完那一个就完了就上来了 结果走到这儿还有 哇 我的天 这个云梯的建设难度有点大呀 厉害哦 全部建设在悬崖峭壁的夹缝当中 你看就是两个一根钢筋 然后夹在这个石头上面 那这里的石头是有一点坚固呀 你看就这样夹上去的一层一层 哇塞 从云梯上层这样看过去真的可以 风景独好 对吧 这个叫什么 一览重钩小 对吧 已经不是一览重山小了 直接看下面的钩了 啊 不错 今天我又发明了一个新词汇 上吧 快上去了 你看 全部都建在这 悬崖中间 我就这样旋转的上去的 效率是漂亮 累人还是真的有点累人 哦 这里更高了 来再看一下吧 重钩小 天哪 终于上来了 旋转行梯我们就爬完了 太长了 太累人了 三号线就游玩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峡谷的停车场 准备出去了 出来了 玩了差不多五个小时 平山湖大峡谷 没有湖水 只有峡谷 有非常多的景点可以玩 值得推荐 今天又是脚走断的一天 那就这样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